人院党主席遭弊案缠身 民众党形象大受影响 10月9号金门宣讲时被发现 同样是民众党籍的金门县长陈福海 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席 立即被外界联想 难不成是提前跳传了吗 对此民众党澄清 陈福海还是党员 大家别做过多猜测 民众党公职台上排排站 挥舞国旗大合唱 国庆前一天10月9号 民众党在金门举行宣讲 不过来到金门 同样是民众党籍的金门县长陈福海 却从头到尾都没有现身 我们也会希望县长 以政务行程为优先 所以党中央这边 完全的尊重县长的行程规划 党中央解释陈福海 是因为个人的行程不可前来 不过打开民众党中央官网 却发现除了新竹市长高宏安 在一审判决后自行退党之外 陈福海的名字也没挂在官网上 党秘书长周虞修 先前解释是单纯的官网调整 不过如今又再过了一个多月 陈福海的名字还是迟迟没出现 引发个解猜测 难道陈福海已经退党了吗 陈福海县长 目前仍然是民众党的党员 请大家不要过度的揣测 不过据了解陈福海在民众党 爆发政治现经验丑闻后 就保持若挤若离的距离 虽然没有递交退党申请 但也不积极参与党务 民众党是否能留住 最后的执政县市引发讨论 不过以最新政党支持度民调来看 民进党获得31.1%的支持度居冠 而国民党则是25.3% 最后是民众党取得12.6%支持度 相较上个月只写回升 最近的各家民调民众党 差不多可以回稳在10%左右 其实变化不到 0.6%等于是没有变动 因为都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因为包括金华城案 还有民众党的所谓烂战案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原则上 就是没有什么太过爆炸性的案情发展 那在没有起诉的状况下 那可能小草也不会进一步散发了 民众党守住钢铁支持者 力拼保温 不过接下来金华城弊案的最新进展 都可能让民众党及党公职 观望自己的下一步 谢谢陈希姨 吴永安 台评老道